大平原警指導黃龍進到主賢住家 偷拍秘錄器和手機通通被查控 警方追查創意私房案 先嫌在新北本橋豪宅坠樓的244歲零姓工程師 涉嫌在Telegram販賣未成年偷拍影片 原來創意私房的黃姓幹部另起爐灶連續創立兩個群組 坠樓的工程師負責架設管理網站 其他同夥偷拍販賣處理金流 警方查到下游買家大約320人 網站利用虛擬貨幣洗錢不法獲利100萬元 戴著眼鏡雙手被上銬 張姓主賢在創意私房 擔任要繳另一名許姓男子 則是幫影片上浮水印 張姓主賢是台灣端帳房金手金流高達2000萬 透過地下會對分贓遭到收押 這個月新北市中和墜樓的蘇信補習班負責人 不但是付費會員還裝針孔偷拍 105名買家也被揪出 包含三名警察、老師、公務員 還有科技業、工程師 專案小組在6月及7月期間 在全國展開四波的行動 警方這一次一舉將上中下游的犯罪集團 通通查獲到案 至於綽號老馬的創意私房鎮長 疑似是香港或中國人 至今還沒被查棄到案 刑事局最後一波搜索行動已經結束 接下來將相關市政交給台中地檢署 由檢察官提起公訴 推出公司 包含 發音樂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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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